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说说SRC里边的事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里边的东西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对吧 其实你实际工作的时候 这些红色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暂时都不关心 但是黄色的SRC里边这个原代码里的结构 你得熟悉 对吧 那刚才我们聊到哪 说聊到查件是吧 我把这两个查件呢进行一个截图 是吧 来这两个查件啊 第一个查件截图 放在这 好 我存到这个桌面上啊 好 第二个查件呢 我也截图存到桌面上 稍后把这些查件都给大家补在笔记里 让大家看笔记就能直接往下操作了 好吧 来继续打开SRC 刚才聊到这 来各位啊 看好 SRC里边的东西 刚才我没说 刚才聊到这 InDesk.atml 它才是真正的啥 入口文件 入口文件里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把谁引入进来了 min.ts 所以SRC里的节目 这SRC里的事情 你说要从哪开始打开呢 当然是这个 min.ts 好 来打开 看它里边干什么了 第一个 不用太关心 就是一堆臭样式 这样式咱自己能随便写 最主要的 来吧各位 红色的这三句话 一定搞定 来说一下第一句话在干嘛呢 它在引入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叫Create APP 那这东西是干嘛的呢 Create APP 直接说吧 给大家举例子 我们把写一个应用 比喻成种花 比如说你想种一个特别好看的花 是吧 这Create APP啊 就是造花盆 知道吧 你得有养花的这么一个根基 你得有一个养花的平台 能明白吗 Create APP 其实就是在创建应用 我就简单写啊 创就是创建的意思 应就是应用的意思 创建应用 创建应用 其实就是在造花盆 是吧 来再说这个 说老师这APP是啥呀 往后看 它是一个.view文件 那很明显了 它就是一个啥 它就是一个组件 它是一个组件 好 那这个APP组件 它有什么特点呢 直接说 APP就相当于啊 你种花的那个根 对吧 你不管多么高的树 多么漂亮的花 它是不是有一个根 这个APP组件就是根 就是根基 就是以后呢 你可以写出A.view 你也可以写出B.view 你可以写出各种各样的.view 一个.view呢 就是一个组件 这些A也好 B也好 C也好 就这些所有的这些组件 其实都要安装在哪个根上呢 APP上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直接安装 你知道吧 就直接把这个.view 啪 就在APP里边 直接进行一个啥引入 好了 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间接的 通过路由渲染出来的 对吧 所以简单说 这APP就是那花的根 以后我们写的那些.view 都是花的啥呢 花的这个枝叉啊 花上边的这些小叶子呀 都是这意思 好 那再说 黄色的这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干嘛呢 简单说一句话 把你那花 插在花盆里 就这意思 用最标准的语言 给大家描述一下 Create APP 调用的时候 把你这个APP传进去 意思就是 我要创建一个前端的应用 并且这个应用 里边所有组件的根组件 有一个根的思想 我觉得 根目录 根文件夹 根组件 这个根吧 我觉得前端和后端同学 是应该都了解 根这个概念的 来各位 说老师 根这个概念 我是了解的 就是最根基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Linux有根目录 对吧 这个加瓦的项目也有根目录 说老师 这个根我了解 你扣本一 各位来 还有扣二的同学 有扣二的同学 一会儿 咱们直播快收尾的时候 然后咱们再单独聊 是吧 行 那我就接着说了 然后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单说 就是绿色框的这些东西 是你把花已经插在花盆里了 那么红色框的这东西 什么意思呢 你把这花盆 摆在你家的哪个位置 那你发现这个mount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挂载 挂载到哪 挂载到一个ID为APP的容器里边 这个容器在哪里呢 注意看 容器在index里 你发现 第二个重要的东西出来了 就是这 对吧 这就是你摆放花盆的位置 好了 就这么个意思 标准的语言 最后叙述一遍 createAPP在创建应用 每一个应用都得有一个根组件 根组件就是APP 那么创建完了 这个东西 这个成果摆在哪里呢 摆在ID为APP的这个DIV里 这个DIV在哪呢 在index里 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大家发现了 index.html里边 你什么都不写 都可以 但是你必须得写俩人 一个是百花盆的位置 一个是引入min.ts里的东西 是吧 就这意思 完事 对吧 大家别慌 src里的东西 我一会会全都删掉 带着你亲手一点一点写 OK 好了各位 来快点了 我们提速 这是什么 APP.view 这是啥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东西 组件 这个里边能写什么 暂时不用看 一会我带着大家一点一点写 因为VoE2和VoE3 还是有点区别的 好 components 这个文件夹是干什么的 那大家也能猜得到 你就听这名 各位 你别管你接没接触过前段 你就听这名 你猜一猜 components 什么意思 直接翻译过来 叫啥 叫组件 叫组件 直接说啊各位 那花那根啊 在这呢 这是根基 这是根组件 那那些根呢 那些树叶呢 放在哪 放在这呢 对吧 这是那个枝 还有啥呢 还有这个树叶都在这呢 也就是打开 你发现这里边依然是啥 依然是点view 但是这些红色的点view 没有谁厉害呢 没有这个绿色的APP厉害 因为这是根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树枝 万事 说老师那icons呢 那这还是一些点view 所以这没什么稀奇的 收起来 这个里边是啥呢 打开看呗 一些固有的CSS 还有一些是吧 SVG这些图片 这些都不稀奇 所以简单的分析了一下 这个SRC 说白了吧 各位 SRC里边有两个人必不可少 一个是谁 min.ts 一个是谁 app.view 好了 接下来 咱也不磨叽了 直奔主题 开始 这SRC 来 我先把交手架停一下 停掉你的交手架 SRC整个全都删掉 他问你确定吗 你点确定 就完事 好了 那接下来 右键 新建文件夹 SRC 好了 来 一起来 第一个叫什么来着 min.ts 这名你别翘错 叫min.ts 这个时候细心的同学 就会发现 好像有点事 我只要一删掉SRC 这块就马上报错了 之前在班级讲课的时候 我没觉得这是问题 然后后来有同学问说 老师太难受了 这是怎么回事 说一下 打开你的这块 你就知道了 打开终端 看不见有个问题 马上就明白咋回事了 你看 他居然在找谁 给大家找几个 找谁呢 找这 他说 你没有APP 简单说就是 你删掉了SRC 但是这个工程 依然认为你得有SRC 开始去寻找SRC里的很多东西 你想解决这问题 其实简单 你把VS Code关一下 谁让你动了SRC呢 你再打开 他有可能就好了 说老师 那我那就美好 那怎么办 你看你这就好了 我这没好 没好就拉倒 等你把代码写完了 他自然也就好了 是吧 好了 min.ts OK 右键 新键 还有啥 app.v 好 那A要大写 好了 这两个文件 我就准备好了 那我考大家一下 你说如果现在 我就运行的话 你说它会怎样呢 咱们来试一下 NPM说 DV 这咋回事啊 因为是DV 它不是DC 是吧 好了 重新来一下 是DEV 好了 运行一下 你会发现 没什么问题 工程也起来了 你打开的时候 它也没啥问题 就是没东西 没东西很简单 因为你的min.gs 是空的 是吧 min.ts 是空的 所以接下来 写代码了 好了 开始 第一件事 要干嘛呢 从view这个库上 去引入东西 引入什么 叫做create APP 好了 第二件事 要干嘛 引入啥 APP from那 当前目录下的 APP 那简单的 给大家写成注释 好了 这叫做 引入create APP 干嘛 用于创建 应用 好了 这块 也给大家写成注释 这是干什么呢 引入 叫做APP 跟组件 都引入完了 你要做一件事 你得掉这个create APP 对吧 你得掉 并且把谁传进去 APP 并且完事之后 你得掉谁 你得掉这个mount 并且你得这怎么写 来一个警号 APP 就OK了 这时候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 不对啊 是吧 这怎么飘红呢 APP.view 是吧 鼠标放在这 你会发现 他给你提供了一些什么 这个模式 反正报了一个错误 你还看不太明白 简单说 就是你的APP.view里 没有写东西 那我们简单的 先给他写点东西 是吧 来回到这 开始 那考大家一下 一个.view文件里边 都能写什么 其实能写三种标签 熟悉前端的同学 肯定知道 是吧 不熟悉前端的同学 我说一次 你直接记住 就OK 一个.view文件里边 要写三种标签 第一个标签 是他 叫做template 有开始标签 那就也得有什么呢 结束标签 好 template标签 这个里边写什么呢 是写结构的 简单说 就是写你的tml结构 还能写哪个标签 script 这叫做脚本标签 对吧 那这里边写什么呢 写gs代码 当然了 或什么呢 ts ts当然也行 好 那还能写什么呢 还有这么一个标签 叫做style 那这个里边写什么呢 写样式 OK 那大家想想 作为一个网页 或者作为一个小程序 什么之类的 你肯定得有结构吧 那有了结构 是不是得有交互啊 有结构有交互了 它不好看 是不是得穿上美丽的衣服呀 其实这不就是atmlgsts 或者是css样式吗 就完事了 好 但是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 这么一个波浪线呀 直接说一下啊 那是因为呢 vue3特别推荐 我们用ts去写东西 如果你不写ts 那么它就会出现 这一个小小的警告 怎么把这个警告干掉呢 很简单 直接写一个lang 就是language的意思 写一个ts 这个飘 飘红 不能算飘红 是吧 这个小警告 因为它不是红的嘛 它是蓝的 是吧 所以说刚才那个小飘 它就没了 一定要写上langts 是吧 这个时候呢 肯定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懂ts呀 那你放心 你在这写的是ts 你这里边能不能写gs 也能 所以说今天呢 我尽可能是吧 不写特别多的这个ts 好了完事 那接下来 简单写点结构吧 来个div 这会儿呢 来个h1 这写个啥呢 你好啊 对吧 好那简单的 给它一个类名 就叫做app 然后呢 简单的给它上一点样式 写个类选择器 复制一下名字 点app 给个什么呢 给个背景色吧 来一个颈 ddd 特别浅的这种灰色 再来一个盒子的阴影 是吧 零零 实像素 好 再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border radius 再来一个piding 是20 如果有同学说 后端的同学说 老师我看不懂这些东西 没关系 这些东西啊 你要想看懂 也没那么难 对吧 前端的同学 肯定是能看懂了 OK 完事 简单的上了点样式 上完了 那接下来这块呢 你得写什么呀 你得写aspart 暴露 至于说你怎么暴露呢 无所谓 你不一定非得默认暴露 你分别暴露 统一暴露都行 那在这呢 我就来一个默认暴露 暴露一个什么呀 对象 对象写个啥 名字 name 叫app 这什么意思 这叫做组件名 来写好处置 这是组件的名字 那这是组件的啥 结构 那这是组件的啥 样式 OK 我问大家伙 app.view里边 我写没写东西 写了呀 那回到min.ts里边 那你发现 那这会儿可能还是有这个飘红 是吧 那你就再给它关掉 是吧 关掉之后你再打开一下 走 回到min.ts里 它可能就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运行一下 是吧 来npm dv 看一下效果 你自己也写一下 来打开一下 当然你现在不用写 等下课你再写 好吧 OK 完事了 搞定了 然后把这个右键检查控制台开着 控制台一直开着 看万一有什么问题 咱们能及时发现 完事 那这一小节咱就可以结束了 这一小节 咱其实就完成了笔记里的 哪个呢 这个是吧 在这块 就完事了 就对上一小节的东西 进行一个分析 进行一个总结 来读一下这三句话 走 Vit项目中 这个是入口文件 且在项目的最外层 注意啊 来 各位index.html 请问在src里吗 它不在啊 对吧 它不在 好 回来再读第二句话 加载index.html之后 它会解析这句话 然后指向的啥呢 JavaScript或者是ts 然后再有就是 Viu3中是通过这个 来创建一个应用实例的 对吧 对吧